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天先买一件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比较奇葩 其实也不奇葩了 今天是五个 明天你一查 他不是变成四个 明天变成二十个了 后天变成五十个了 这是什么 他在补货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你做一件事情 你记录一下他今天的大类排名 也就是说像这一个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家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家 就这一个 看一下他大类排名 其实最准确 如果你们做的全片熟了之后 你通过他的大类排名 可以大为估算他的销售量是多少 这个大类排名是 16477 在那个 Sport and Outdoor Sport and Outdoor里面 大类排名在16000多名的话 他基本上就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没得完 大家介好这个原则 原则是什么 就是说通常情况下 大类排名只要超过一万的 他基本上每天出不了几单的 大家听懂这句话 所以说我们在选评的时候 如果你实在难得去一个个点 你没有手上也没有什么顺利的工具 你干净一件事情的话 你看到大类排名 如果大类排名超过一万的 那么这个人起不上去没得完了 或者是如果这一页里面啊 这一页里面的那些产品大部分都超过一万名以上的 你想想 人家冲到第一页了 大类排名如果到几万的话 在那个Sport and Outdoor里面应该是 如果在几万名的时候 大约是每天会去十单左右 每天十单上下 大家看好了 这个是个估算的 不准 不一定准的 就在这个Sport and Outdoor 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万名 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万名的话 那么他应该出单在十单左右 每天十单左右 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个 你就可以做一个那个 做一个什么样呢 做一个就是把这些首页这些全看一遍 首页这些全看一遍 看完之后呢 你看到如果大类排名都在一万名内栏 那么这个是有得做的 因为白马会绝对有办法 可以在两周左右的时间 把你的任何一个关键词都能推上首页 绝对安全有效的方法 非常安全非常有效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我还告诉大家 第一个维度就是它的大类排名 它的大类排名是不是能够在一万一类 如果大类排名普遍都在一万一类的话呢 那么这个形式有得做的 问题是 这是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就是如果大类排名大部分都在一千一类 那有没有得做 就没得做了 比如说 比如说这种啊 我跳一个啊 比如说我们跳一个这种啊 比如说我们跳一个这种啊 不如说是一个黑风 你看像这些僵尸 像这些僵尸集的这些 你看像啊 打开它 随便跳几个吧 随便跳几个看看 我看看它的大类排名是多少 看到没有 大类排名在二十五 大类排名在二十五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每天可以存两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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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大类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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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看不懂吗 这里 然后 cell phone and accessory 这个地方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排名 他们的排名 简单来说 所以说你整个选品的过程 就是一个充满着数据分析的课程 说实话 今天讲的这一部分选品的累了呢 都还基本上是一个处理 如果你们以前从那边做亚马逊 你听了这个选品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啊 有 对你有帮助啊 有 有帮助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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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应 好了 其实我告诉你们 这是一个套路 其实 我告诉你们 听好了 即使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这个品牌的选拽 就是排名在一万以内的 一千以上的 各种事情弄出来之后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参数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一段参数是什么 这个参数就是 即使我崇尚了第一页之后 我干不干得过它 比如说这就是第一页的嘛 是吧 这个第一页的时候呢 这里面就是每一个我来打开 并不是我崇尚了第一页之后 我就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了 不一定的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过 你的某一个产品 某一个大事 曾经也冲上了第一页 冲上了第一页之后 好像也没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有没有再经历过 对了 那是为什么 简单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就是说 我其实上了第一页之后 我还做个数据分析 这是分析什么的 我在分析这个历史页 我要用最快速的时间去分析这个历史页 分析这个历史页 你知道吗 只做一些事情 我搞不搞得过它 注意 我们在白马会 大事办法 白马会特训里面 我们没有太多的那个 比如说知识点啊 今天我们将知识点点了17个知识点 知识点1 知识点2 知识点3 那一家那38个知识点 这一家那50个知识点 那一家那200个知识点 又不是点数越多 就越赚钱 又不是到21点 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知识点 知识点就是 如何干掉便是在这 就只有这一个知识点 白马会的特训 大事办 把这个知识点学完之后 学完之后干嘛呢 就是分析历史页 首先从图片来分析 然后再来从它的标题的分析 再来从它的这个 它的慢一点这些分析 它的这个 快速的分析 分析完之后 分析几点 第一点 它的白科技是否掌握得很完整 白科技指的是什么意思 白科技指的就是 它的图片是否打算得很屌 科技外面是否写得很屌 这是白科技 还有黑科技部分 就是说它是否懂套路 它是否懂套路 如果我发现第一页里面 如果发现第一页里面的那些 刚刚我刚刚收到一个微信 就是我那个朋友说 他只要做那个预言球啊 就是刚刚说的 那个美国那个旅行在里面装逼啊 喜欢洗澡的时候 很多那个墙井啊 什么盐啊 都放在浴缸里面去 预言球 当时我们跟他分析的时候 市场容量空间非常非常大 但是他发现 他的排名第一页里的那些卖家 他的就是白科技那一部分 历史连营做得非常屌了 再看黑科技那一部分 他的那个套路完都非常深了 或者直接告诉他 做这个产品没得做的 因为你做上去 也就是那个样子了 搞不定他的 那么像这个腰带呢 其实说实话 基本上看一眼就知道 他的白科技是不行 还别说黑科技了 白科技都不行 还别说黑科技了 所以说简单的说 如果这个腰带 通过数据分析的方位 搞得把他抹着 你可以走 直接把他秒掉 那么全品的套路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 简单的讲一下 讲一下什么 第一个套路就是 不要去做啊 我想做的东西是吧 第二个呢 不要听隔壁浪网教的 隔壁浪网叫什么 平衡车啦 什么蓝牙 蓝牙影响啦 什么iPhoneX的手机壳啦 什么开口网啦 美好眼睛啦 直接脱落椅啦 直接火啦 炸鸡枯啦 等等这些 只要是有人给推荐的 你千万不能做 大家听懂这句话吗 比如说 你今天晚上听了这些选评课 回去就选一个财品 财购价值人民币三十元 销售价值三次高 一定会出两台购 请问你会不会告诉其他呢 肯定不会是吧 好了 那么如果有人告诉你呢 他一定是要坑你的 什么人在坑你呢 其实坑你人最多的就是那些 那些跟你不相干的人 我们的一个学员 特学院第38年 不 28年一个学员 他本来做的 自己的场合产品做的挺好的 就做儿童 那个拍摄的道具啊 那些做的挺好的 结果那一个收获的那个 那个收获的快乐小孩说 他说王总啊 你看人家楼上那个杨总 他们将我每天来三趟 每次都是一千多票 我这个卡跑都跑不完 我到你们家呢 你每次都给我一瓶水 我才告诉你 可是你们家每天这个才200票 我家每天2000票 那些人家做什么 陀螺仪啊 还有什么话 比这个话更有刹长力的吗 这个跟他们完全毫无相关的 我和这边本来就听了陀螺仪 本来一直犹豫不决 到底要不要做陀螺仪 结果听了这个快乐小孩 这一番话 马上就取得做陀螺仪 结果后面的故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告诉大家 一定要警惕什么 警惕就是说 你在那个 比如说你的微信群里面 你的朋友圈里面 QQ群里面 已经有人在说这个产品 他不说这个产品好了 说这个产品 你平量供货了 私膜产品 平量供货了 比如说现在你们看到 大量的指甲铐铐 大量的指甲铐铐 那个指甲铐铐 过程 如果你在亚伪熊圈里面 你就会有很多人 在发这个产品信息 什么一键代购啊 或者是最新私膜 如果出现这种信息的时候 证明这个产品已经烂了 大家听懂没有 就一定不要去做 那么我在这里跟他补充一下 不要做大热的产品 不要做大冷的产品 做温热的产品 做温热的产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最好做家庭都用得上的产品 家庭里面都用得上的产品 然后呢 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说 一个普通的正常的美国人 最美国人很重要 我就吃亏吃在这个美国人身上了 有段时间呢 就是哎呀 我觉得这个手里的坑 真的我在做亚伪熊 没有哪个坑我没踩过 还有一个很大的坑 很大的坑是什么呢 很大的坑是 有一次那个 我去个朋友工厂 他们家做那个鼠标啊 鼠标上面硬是青花池的啊 你们见过这样的东西没有 青花池的鼠标 然后呢 笔也是青花池的笔 哇靠 我一看出去眼睛都冒绿光了 哎呀我说送我两条 好关系啊 那东西 还有好舒服 当时我第一个念头 我说你这东西怎么卖的 当时我东西都是 当你一瓶做出去的 就是他没有走正规去的话 这是过程观点便宜 卖的怎么卖的 卖的非常好 供目应求了 哎呀我说哪点 我去亚马逊上卖 哎他说可以啊 然后呢 我就弄了一堆这个货 这个没 没有我想弄两千了 因为每次我一拍老大 以下决定卖的货 我从来没拿一次成功过 我知道 每当我以为 我要过上青花生活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倒回的时候了 好了 这个时候 我就每样弄了两百万 发过去了 发过去了之后 你各个明白点 哎呀当时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好吗 为什么那个鬼要 那么这些 这些你来中国 都会卖点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就说那家门 你还不要呢 我这个朋友 我在美国也来 那一段时间 后来我也问了一下 每一个美国的当地的朋友 我就打开那个 我打开电话 我说这东西 为什么在你们这边 那也不怎么好 后来那个 我的美国朋友 都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我那天刚刚去那一个 就是大小谷开车啊 大小开车还有一些小模型 小玩具 看到我买那些 他就说他算了 他说你买了这个东西 那你是在这里 本来你觉得很新奇啊 那请问你 回到你的中国之后 你还会不会从美国 去买这些 当地的这些土台厂 我说我疯了 他说那美国的 你别疯了 这个总算 我总算是明白了 要么符合当地人 在当地消费习惯的 而不是说 或者旅游经验品 就好像我 我去的街上去了几次 每次回来我都买一大堆 什么藏刀啊 各种国家的东西都买了 有时差点有种 我也要脏领养的皮 还不敢要呢 我在西藏的时候 是喜欢买那些东西的 那我回到深圳来的时候 还会不会再买那些东西啊 不会的 所以说 但有民族特色的地方 特色的东西 就不要买 要不然就是买 符合美国民族特色 美国地方特色的东西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 最普通家庭用的上的 是美国人用的上的 挺好的 是美国人用的上的 还有另外一个学员 他准备开发来看产品 产品很舒服的 脚底按摩器 大家看到没有接受 这么大一个东西 上面一些轮子 上面一些齿能啊 再踩一下挺舒服的啊 他在那百万会上课之前 就弄了一大堆货 所以发到美国学员 就根本卖不掉 以为从百万会的学料 学了这些经验之后 能把那些货买掉 他自己跟我讲 我说你在百万会学料经验 也卖不掉那个货的 那货根本就没人要的 那货只能是中国人用的 大家想一想 世界上精通 对经络相信感兴趣 必须实施的是谁啊 只有中国人 美国人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后来他这一堆货是死货的 后来他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也卖很多货做起来的 他这次网易的时候 很奇怪很奇葩的一点 黑五那天他才出了 三千多四千道 他以为天哪 他以为能出很多 才出四千道 但网易那天就出了八千多道 就是网易那天出的 小数量超过黑五那天了 那些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在座的朋友 你也是这样是吧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Linor White 你不知道是吧 那我告诉你吧 其实黑五那天是线下疯狂 美国人 你不是看视频吗 他拍到沃尔玛 都打起架来了 疯狂的抢了 线下疯狂 真正脱了 醒过来是网易 星期一那一天 是星期 所以网易那天 是暴谈自己 这是那个原因 好了 那么我那个学员呢 就是他 光耀他三次发现 不要去买 我中国人以为好买的东西 还有很奇葩的现象 我在美国的时候 在学的朋友学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想喝胃炒 发现是不可能的 要是喝杯热水 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要喝杯热水 他根本已经没烧水了 不是喝冷水的 如果你喝热水的话 你就真的表达出 你说我今天生病赶爆了 我今天来亲戚了 我今天来亲戚了 不要希望他们尝尝 然后呢 我要喝一杯热水 十二步行 就用那个咖啡机 煮一杯热水出来 或者是 我借一杯冷水 在微波浪里面 转一圈 转出来 这就很奇葩 那么我如果 在北国西班牙开水服 我好不好办 不好办 他根本就不需要 这些就是一些 我相信我讲到 这么一堆选品的这些内容 今天应该对大家 会有所帮助是吧 有没有啊